大家好,我是Rovie 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一下Android的层次分析 从顶层到几层这课程 这阶段我们主要是从我们的第一类API入手 去学习一下Android的Facework相关的内容 前边我们花了四个课时的时间 讲了一下 怎么是从应用程序 一步一步到我们的Active Manager Service系统服务 然后又是怎么从我们的系统服务到我们的应用程序的 具体来说 我们四个小节主要是回答了这四个问题 第一个,应用程序怎么对应到AMS 也就是我们的通过在应用程序里边 调用SAT Activity这个API 然后通过Banded IPC 记得进行通信的机制 最终对应到了AMS这个安卓的系统服务 第二个呢 我们对应到AMS之后呢 我们大概的去熟悉了一下AMS 它又做了一些什么 那就是AMS它内部的一些基本的一些 也有逻辑 第三个 AMS最终又是怎么去对应到我们应用程序这一端呢 这个呢 我们通过看到远码 也知道它同样也是通过IPC 今天通讯这个机制 最终就用到了 又调回到了应用程序这一端 那我们之前还学到了 当系统给我们把我们要启动的应用程序组件启动下来之后呢 它会最终再用到我们自定义的这些应用程序组件里边的oncreate等等这些是用程序固别函数 那我们又用了一小节的时间来一起学习一下 在应用程序这一端 它又是怎么最终对应到我们自定义的组件里边的oncreate 这些什么东西可别函数的 在学习了这些的基础上 这节课呢 我们就来整体的看一下这一块的一个基本的框架 怎么看呢 我们之前讲过我们的一个通过代码去学习的一个方法 就是首先我们会通过sourcing sector这工具看原码 然后借助unf2工具画一下它的续织图 这个过程呢 我们可以学习一下它的一个基本的绝合过程 也就是我们前期几次所学习到的怎么是从用程序到系统服务 怎么又从系统服务 调到我们的用程序 这样一个交互的过程 那接下来呢 那我们就结合了um工具画一画内图 从它的内图里边呢 我们去把握一下它这块的一个基本的框架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通过原码 学习的一个方法 打开我们的um工具 我们在这里呢 add diagram 添加一个class diagram 就是添加一张类图 在画这个例图之前呢 我们先回归一下我们之前所讲的一个交互的过程 它都涉及了哪些类或者是对象 首先是我们讲的 怎么从应用程序 进入到了until method service 这个安卓的系统服务 那我们从这个选择图中可以看到 我们的应用程序通过start activity 进入到了activity 这个应用程序组件的积类 activity里面 又调用到instrumentation 这个 然后 这个instrumentation呢 又通过 调用到我们的activity manager taxi那个代理 这个代理呢 又通过banner 跨进入pension的一个机制 最终就用到了activity manager native activity manager native activity manager native呢 最终 它的实现呢 是在我们的activity manager service 也就是我们的系统服务的一个具体的实现 是在这个里边 ok 那我们就先画一下这块所设计的内容 首先 我们知道 我们自己的应用里面呢 我们会去制定一些应用程序组件 比如说 我们里面有个myactivity 它呢 它呢 通过 用startactivity 这个api 就 最终 就进入到了activity 这个 激励里面的 activity 这个activity 这个activity 我们刚才看到了 最终 会 掉入一个 installation 这个对象 它通过这个对象 又就用到了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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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我们的banner 今天通过代理 我们banner今天 从这里呢 最终通过banner 机制 对应到了我们的 系统服务这一端 系统服务这一端呢 相对应的 有一个native的一个实现 这里呢 这里呢 对于我们的activity manager service 或者是activity manager native 那最终 我们的系统服务呢 是在一个叫做activity manager service 这个类 里面是它的一个具体的实现 这些呢 就是我们所大致 所涉及到的 一些主要的类 或者是一些对象 那我们再看一下 从activity manager service 这个系统服务 最终登到我们的自己的 应用程序里面 它又是哪些呢 好我们 在之前我们所边看原码 边画的一个系统 我们看一下 首先 AMS 也就是我们的activity manager service 这个系统服务 它又叫用了activity stacksupervisor 这个最终 这个最终的 这个最终里面的 attach application native 最终呢 activity stacksupervisor 又叫用到了 application thread proxy 这个也是一个 binder 进行中间通信的带领 最终的带领 proxy呢 同样的 通过binder 进行中间通信 这个机制 就用到了 application thread native 就是一个我们的application thread的一个native的实现 这个呢 它最终我们知道是一个activity application thread 这个 binder 去继承了它 从而实现了它里面的一些具体的一些业务逻辑 这样呢 它已经从我们的系统服务调到了应用程序这一端 也就是我们的clienter这一端 那clienter这一端 我们对过来呢 这里 通过发送了一个消息给我们的handler handler呢 是activity thread里面的一个native 其实呢 这个application thread 也是 我们看的代码 就知道它也是activity thread的一个native 好类 好 这个 这个工具 我们直接在这里讲了 这个handler呢 我们讲到了 它是安卓定义的一个eV消息处理的一个机制 最后呢 handler里边 它有一个handler message 会处理 通过send message 发送到主线程的一个消息 在handler message的时候呢 我们 注意到它又是接用到了instrumentation 这个对象里边的一些函数 最终呢 instrumentation呢 又去 接用到了activity 这个activity的这个组件的一个积累里面 最终呢 activity里边的conform create 会最终的最终到我们自定义的用程序组件里边的uncreate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怎么从系统服务 到我们用程序这一端 也就是我们的client端 然后 那应用程序这一端呢 又怎么去到达了我们自己所写的应用程序的代码里边的uncreate 这些新闻周期code back 还有 好 那我们再把这个过程从消极到的一些 一些类给画一下 好 我们知道AMS 它最终会通过一个activity step supervator 今天的呢 这个呢 这样用到的 application thread proxy 这个banner 通信代理 但是 至于这些 呃 过程中所上里到的一些 这些对象 它分别具体的一些 有逻辑 我们可以先暂时的话 不用太过去深究 我们这里的重点是 去给大家理一下 它们之间的一些关系 让大家对它整体上 每个了解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下雪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 相关的内容 从而去学习一下它 用过的一些具体实现 好 同样的班的进行线通信 这里呢 能然是通过我们的 这块 班的这个进行线通信的 机制 最终 又回到了 这里的克兰这端呢 这个呢就是 我们的 应用程序 这端 大家同样的 也会对应到有一个native这个对象 是我们在 相对应的 是一个本地的实现 也就是我们这里呢 是一个在里 这里呢 就是一个本地的实现 而我们这个 这个 officacy in side的native呢 又是被 这个类给最终出现了 我们之前也学习到了 这个application thread里边去启动一个activity 它最终只是发送了一条消息 也就通过send message发送一条消息 给我们的主线程 怎么发送呢 是通过我们的handler 安卓定义的一个音效系通信 音效系处理的一个体制 那我们 还有一颗activity untivity thread 这个类呢 这个类呢 它其实是我们的 handler和activity thread 它都是它的这个类的一个内部类 我们就把它包含下来 好 这就代表呢 h和application thread 都是我们activity thread的这个类的一个内部类 最终呢 又在handler里面的handler message 我们处理了application thread 我们处理了application thread发送通过send message 发送过来的这条消息 怎么处理它呢 我们上节课所画的这个序列图 我们看一下 它是最终 它是最终 又 就用到了 insumentation 这个对象 进而又就用到了activity 这个 最终回到了我们 所自定义的组件 myactivity 里面的实名东西可别函数 ok 我们现在 已经把它这个过程中所涉及到的一些 嗯 类 给 全部给列出来了 那我们就现在去整理一下 它这些类之间的一个关系 好 我们知道呢 我们自定义的 还从这里开始 我们自定义的运程区组件呢 是继承于 这些 Android 给我们定义的 这些运程区组件的一些机类 好 继承 好 myactivity myactivity 继承字 activity 这个 这个 instrumentation和activity 什么关系呢 我们看一下圆码 好 这是activity 我们看到我们start activity start activity的时候呢 它最终会通过 activity 去调用 activity manager proxy 这是我们的一个 activity manager service 的一个binder 中年图形的代理 好 好 看一下这个 my instrumentation 它的定义在哪里呢 它的定义是在这里 它呢 是activity 这个类的一个成员变量 而且呢 而且呢 我们如果再去进一步 看它的圆码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 每一个activity 在attach 就是被装备起来的时候呢 都会传进来一个 intermentation的一个实例 这两个的关系呢 我们就把它表示为一个组合 或者是本来的一个聚合 也就是 instrumentation 是activity 这个对象 它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用一个聚合来表示 好 最终呢 instrumentation呢 是调用activity manager proxy 这个binder 新闻间通讯的代理 当然 activity manager proxy呢 我们也知道 它就是通过binder 进行面通讯的 跨进程 对应到了 系统服务这一端 它是怎么对应到这一端呢 这个过程呢 我们先 暂时 不用去深究它 我们只知道 它是通过binder 跨进行机制 过来的就可以了 那现在 activity manager native呢 它最终 它已经实现 我们知道 它是在activity manager service里面的 activity manager service里 这个类呢 是继承于 activity manager native 这个类 好 这就是 最快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 关系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activity manager service 我们的这个 系统服务 它要 给我们去启动一个activity 它最终又会 调用到activity stack supervisor 这个 通过它 然后去进一步 调用application thread proxy 这个 这个binder的进程间通信的一个代理 然后同样的 binder proxy呢 跨过 进程 就用到 application thread native 也就是就用到了client 也就回到了client 这一段 同样 这个 application thread呢 又是继承于publication thread native去实现了它这里面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内容 从这里到这里呢 我们的activity manager service 只是发送了一个消息 所以 又告诉我们 应用程序这一段 也就是我们的client端 去启动一个activity 怎么启动呢 是在我们handle了这里边的handle message 它呢 回去 又调用到intromptation里边 最终 intromptation 再用到activity activity activity里边的uncreator呢 因为 是 我们的myactivity 去 里边 回去覆盖它 机内里边的uncreator 所以说最终呢 我们就可以 对用到了 我们所写的 一个程序代码里面 自定义的 尤其组件里面所 然后覆盖到一些uncreator呢 uncreator呢 uncreator呢 这些一些 明明周期的扣购函数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简单的去换了一下 它 这个 这块呢 所涉及到的一些 基本能类和它们的一些关系 好 我们稍微给它整理一下 这个myactivity呢 是我们所写的 我们可以把它 把它给 当做一个模块 这个框给摄到后面去 这块呢 这块呢 是我们的 用程序 的 框架 也就是 安卓给我们写好的 那我们把它给 用个框给框起来 大致给它 大致给它 分一下 分一下模块 好 那 那这边 这几个呢 我们知道是和我们的 跨界通通讯相关的 那我们暂时呢 就把它和几个 划分成一个模块 好 我们再用个框 给它框起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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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呢 是 安卓系统服务 也就是 按对的 c-tom service 系统服务 相关的 那我们 把这块呢 用个框 再框一下 我们稍微 拍下 拍下吧 看起来这么乱 这里呢 我这个图就画的比较 随意 大家 能帮助大家 理解一下 它这个 其中的一些关系 就可以了 rek 好 好 那我们就把它这里边所涉及到的一些类 大致给它分了四个模块 这个这是我们所写的一些代码 比如说我们所定义的一些MyActivity 或者是还可能会有一些我们的MyService等等 这些自定义的一些用程式组件 这一块其实就是我们的 我们所平常所说的一个应用 那这块呢 对应的 这块呢 它和跨境通讯相关的 也就是Bandam Bandam IPC相关的 这块呢 是系统服务相关的 也就是安卓系统服务 Android System of Service 那我们现在通过这个图呢 你就知道它这块的一个基本的结构是什么样了 首先 有一个我们所自定义的一些组件过程的一个应用程序 再往下呢 它有一个我们的KG framework 也就是应用程序框架 这块呢 是Google已经给我们写好的代码 应用程序框架呢 它要和我们安卓的一些系统服务去交互 它最终就会通过叫做一个Bandam进行电通讯机制 这个东西去跨过进程 所以这块涉及的一些对象呢 我们把它画成一个模块 暂时看作是我们的Bandam IPC相关的内容 那再往下呢 跨过进程之后 就是我们的安卓系统服务 这里呢 就是它的一个基本的框架 好 那我们就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我们刚开始在官网上看到的那个框架图 是不是跟我们通过圆码所看到的 是一致的呢 好 这个图图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在官网上一开始在整体把握的一个阶段 所学习的一个基本的载过图 所看到下 这边有一个 Application WeWork 也就是应程序框架 应程序框架的下面呢 这里是一个Bandam proxy Bandam IPC proxy Bandam进程间通讯的带领 进程间通讯带领呢 这往下 就是我们的Android System Service 也就是安卓系统服务 它这里呢 没有画出来Application 也就是我们 平常所理解的一个用程序 如果把它加上呢 是不是就跟我们通过一样吗 说看的内容 和绘制的这张 结构图是一致的呢 这样呢 我们就知道了 哎 它这个 这块 和这个基本结构 原来确实是 这样的 好 这节课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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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